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激烈驾驶习惯的朋友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辆车有没有事故 大众CC这款车它发动机舱内部比较硅肿 所有的塑料盖板 水箱框架等等等等 它全部都有生产日期的标签 水箱框架上面的这种盖板 包括说整个框架全部都是符合它的生产日期之前 所以说我们判定车头没有这种大的工程事故 没有大的这种工段 车头排除事故 发动机舱桿原拆系 假如螺丝没有拆系 原厂封胶都有 所以说车头排除事故 是不是排除了事故 确认好公里数就能够买了 不是 我告诉大家 CC这款车由于它这种无边块的车门的设计 最大的缺点就是 过一些坑挖路况 不规整的路况 它会有这种车身的异响 这个一定要开起来去录试 大部分CC上了公里数都会有 然后就是设它的底盘 那底盘是不是很规整 这个好不好一定是规结到前任车主对车的这种养护 包括说爱惜程度 包括说驾驶习惯 大家一定要静态检查完之后 查记录 查完记录 确定功率数之后 好不好一开就知道 坐进车内 跟大家分享一下配置和空间 从头往右看啊 双拼色的这种咖啡色和黑色的双拼内饰 自动头灯 电子手刹 定速巡航 车道偏预警 ACC自适用巡航 真皮多功能换盘 座椅加热 自动空调 ESP 传车雷达 电尾链 电动天窗 然后ABC柱 西部 主副驾驶 信仰 配置在当年绝对不算低 但是在当年还没有减配 还没有打价格战的时候 其实CC这款车 它是独树一帜的 没有任何车型能够跟它去进行对抗 是吧 CC之所以出四座版本 它是致敬一些老的经典的轿袍 比如说很多的轿袍 它都是四座的 这款车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是说我买了一个四座的 我平时可以坐五个人了就 这一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你在买这种车型的时候 四座和五座中间去选择 到底有没有必要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其实五座的要比四座的好慢 这是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2米7多的轴距 那么后排空间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坐到后排 跟大家聊一聊 坐到后排 四座版本 你说后排像沙发吧 其实没那么舒适 不如一些日系车对后排的调教都那么好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 整个车的后排还是偏向舒适的设计 首先 头部空间三指是有的 然后很宽大的 由于是四座 省出了中间座位的位置 很宽大的这个中央不少 西部空间两全没有问题 后排车轮口有的 同样的无边块的车门的设计 其实当年这辆车一出往 这个车门的设计真是非常非常的火 所以说作为一辆量产的轿跑 而且是一气大众旗下的 导致了目前这辆车 其实它的保值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第一年的车目前市场卖到八万多 所以说从保值率角度上来看 CC是一款非常保值的车型 甚至于要比麦腾还要保值 但是我们回归到颜值第一的这个时代 其实从配置上讲 从颜值上讲 CC只能说得上是经典 一代经典 所有的经典慢慢都会随着它的停产停售 随着它的车链变大去落寞 但是你不能否认CC是一款被很多人都喜欢的车 好了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11年底上牌的四座顶配的大众CC 市场价格基本上是在八万五到九万就能够买到一个车况非常精品的轿跑 无边框车门的 2.0T的湿式双离合的CC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车架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大飞陶车记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